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我們這一集就和大家看一個商業故事。 老乾媽我想大家都應該聽過了, 未吃過都會在超市見過了吧? 而我們這一集就是和大家講老乾媽的故事。 傳聞只認識三個字,但將生意做到全世界這麼大, 她認識的三個字就是她自己的名字陶華碧, 而且都是練了好久才能練得出來。 而老乾媽陶華碧就在貴陽省一個偏遠山村出生, 就沒有翻過一日學,到現在為止只認識三個字, 二十歲那年她嫁給一個地質普查員, 但非常之不幸運,幾年之後她老公小小, 就留下了她和兩個小朋友, 而為了生存,陶華碧曾經南下廣東打工, 由於窮吃不在外面的飯菜, 就在家帶點辣椒造成醬料撈飯吃。 經過不斷的調配,她做出了一種很特別的辣椒醬, 這個配方老乾媽一直沿用至今, 而打工生涯結束後為了照顧小朋友, 陶華碧就回到貴州了。 然後她就開始賣米豆腐, 米豆腐是一種廉價的糧粉。 賣米豆腐原材料的地方, 離開她家大約5公里左右, 陶華碧每日揹著屁股出門, 去坐最早的公交車去拿原料。 但她揹著屁股很佔地方, 司機經常不讓她上車, 於是乎大部份時間, 她只能夠靠對腳步行10公里, 再揹著七八十斤重的東西回去。 而她做好米豆腐之後, 就會去附近的學校擺檔。 1989年, 陶華碧就告別她流動攤販的生涯, 成為一個店主, 她用撿回來的磚頭和石棉瓦, 在貴陽龍棟堡路邊, 搭了所謂的餐廳, 就叫做實惠飯店。 而陶華碧的米豆腐買到好便宜, 除了便宜之外, 份量充足, 深受學生喜愛。 附近幾間中學學校學生, 經常幫襯她, 學生食得久了, 亦同老乾媽原來越熟, 有些人開始捨數, 甚至累積了一筆不細的欠款。 而陶華碧亦好喜歡同學生聊天, 然後就了解下哪些學生家庭有困難。 掌握資料之後, 凡是窮學生所欠落的錢, 她全部一筆勾銷。 而其中一個給她一筆勾銷, 謝像素的學生, 對於陶華碧好感激, 就不斷叫她乾媽。 每次一見到她, 就叫她乾媽。 久而久之, 附近店主和學生都會叫陶華碧做老乾媽, 就是這樣一叫, 品牌的名字就是一直用了老乾媽這三個字, 而陶華碧就用自己調配的豆豉麻辣醬去撈她的涼粉。 好多客人食完涼粉都說要買個辣醬帶回家, 甚至有人不吃涼粉專門來買醬, 陶華碧還問, 你買那麼多辣醬回去吃得完嗎? 後來她的涼粉生意愈來愈差, 但辣醬做幾多都不夠買。 而一開始她是沒有把辣醬當作可以用來買賣的商品, 在1994年貴陽修建橫城公路。 而這個偏僻的地方, 龍洞堡成為了主幹道, 途經的貨車司機好多, 經常去到十位飯店吃飯。 因為她便宜嘛, 食完之後, 陶華碧會免費送些辣醬或小食, 被人拿回家。 於是這些貨車司機慢慢就把龍洞堡老乾媽辣醬名頭, 傳去整個貴陽, 好多人甚至乎特意開車過來買辣醬, 後來有人總結出來, 就說陶華碧厲害。 在那個年代便會透過免費贈送來做宣傳。 但是, 你一個沒讀過書的人, 怎會懂那麼多東西呢? 她當時說, 覺得司機不容易, 第二些東西她送不起, 辣椒醬沒有問題, 所以送些東西給她們拿回家。 而之後慕名過來買辣椒醬的人越來越多, 陶華碧好快就開始送不起, 原來之前她屬於半賣半送, 因為來買辣椒醬的人實在太多了。 有一日中午, 陶華碧的辣醬用完, 那些客人都走了, 她關了門, 出去看看。 結果, 十幾個賣涼粉的食攤, 每間生意都很好, 原來全部都是用她的麻辣醬去做生意。 這個時候, 陶華碧氣到爆, 我的獨家秘方竟然養肥了你這班競爭對手? 然後, 我自己反而無生意, 去到第二日, 她決定不再單獨賣辣醬。 她一個停賣, 令到附近的糧粉生意全部出現, 附近老闆都上門哄她, 還跟她說, 你那辣椒醬賣得這麼好, 還賣什麼糧粉? 只賣辣椒醬就行了。 陶華碧一聽, 覺得很有道理, 於是調整產品結構, 以賣辣醬為主, 涼粉成為配套品, 不過她的辣椒醬仍然供不應求, 不單止那班老闆排隊等貨, 有些客人專程過來買, 然後都買不到, 一辣難求。 甚至後來, 有些人就說到無辣醬, 吃不下飯。 街道辦的人也走來跟她說, 叫她不要做餐館, 說你搞一間辣醬工廠, 員工手續, 我們同你安排, 總之我們要有辣椒醬。 陶華碧聽完之後, 不斷搖頭, 她哪會搞工廠, 自都不懂多謝, 她覺得開間小食店, 維持生活已經不錯了, 她跟街道辦的人說, 我那個小食店關門的話, 那些窮學生, 吃不起飯怎麼辦, 他們有些是靠她舍醬去過日子。 而當時的街道辦副主任, 後來回憶, 每次叫她開廠, 她說窮學生吃不起飯, 有時候還欺負出來, 搞到他們都不知怎談好, 再去到後來, 叫她開廠的人越來越多, 就連工商局都找上門, 而這班窮學生也找到乾媽, 叫她開廠, 讓更加多的人可以吃到辣醬。 而後來在市場要求之下, 1996年6月, 桃華碧借用了村委會兩間屋, 搞這一個辣醬加工廠, 名叫老乾媽。 為了給其他人知道是桃華碧所生產的辣醬, 她用專程拍了張相放在瓶上, 而這張相成為家傳戶曉的招牌, 一日書都沒讀過, 字都不懂多隻, 到底桃華碧是怎樣開廠的呢? 她一個人做的辣醬是不夠賣的, 食品企業的流程, 細分下來主要是三樣東西, 產品材料經銷, 而桃華碧就用土炮的方法, 去解決這三樣東西, 她一個人做的辣醬肯定不夠賣, 而這個小的工作坊又不能夠, 有生產線。 但是, 整爛麻椒、切辣椒, 是一件不易做的事來的, 你切起上來、搞起上來, 是會流眼淚的, 人家亦不願意做, 桃華碧為了教人去做這些步驟, 她演示了好多次, 然後同工人講, 年輕小子, 不要怕辛苦了。 今好長的一段時間裏, 老闆桃華碧, 都是工廠排名第一的生產小能手, 因為她長年在第一線, 亦患上了好嚴重的肩周炎, 由於做辣醬, 指甲蓋化了。 那好啦, 產品有啦, 阿母包裝, 桃華碧以前賣辣醬用袋裝的, 現在她出到玻璃盡, 亦都因爲這件事, 她又找到貴陽市第二玻璃廠, 就叫對方去訂製玻璃盡, 但是這間國企來的, 哪看得上眼, 你拿幾十個、幾百個的訂貨量, 對方一口拒絕了。 桃華碧好生氣, 她說, 我花錢去買東西, 你不賣給我, 於是他上到對方公司, 各企那裏跟人談判, 那講的東西, 全部都是道理來的。 她坐下跟人家說, 你嫌我拿貨少, 那有哪個小朋友一出來, 就什麼都會做的, 全部都是慢慢長大的。 今日, 如果你不確定賣玻璃盡給我的話, 我就不會走的啦。 對方沒有他辦法, 最後, 亦都答應他, 叫他每次用個籃裝幾十個瓶帶回去啦。 桃華碧聽完都笑得好開心, 而這一次的妥協, 竟然在未來, 成為桂陽市第二玻璃廠的生命線。 之後幾十年, 國企玻璃廠牽起拼購倒閉潮, 桂陽第二玻璃廠不單止沒有倒閉, 越造越大, 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後面有老乾媽。 根據資料顯示, 老乾媽60%玻璃盡都是由桂陽二波廠工貨, 她生產線是24小時為她開工。 有報導指, 老乾媽做大了之後, 不少其他地區的玻璃廠找上門要工貨, 還拿出一些很有誠意的條件給她們, 但去到桃華碧這裏是直接否決的, 因為她好硬頸, 她告訴自己的員工聽, 說這間企業在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, 現在為了個少少成本, 就不給單人做換了是你, 你會不會這樣做呢? 說回創業初期, 產品有了, 玻璃瓶解決問題了, 老乾媽的影響力雖然大, 但指局限在龍棟堡周邊, 其他地方過來買辣醬只是個體消費, 不是商家, 產能提升之後, 周邊的糧粉店需求飽和, 桃華碧的經營壓力越來越大, 到底怎樣把辣醬拿到其他地方買呢? 桃華碧都是用她的土炮的辦法, 她拿個籃裝著辣椒醬, 逐家逐戶找商店進去推銷, 沒什麼人當年願意接受這個個名奇怪, 包裝古怪的辣椒醬, 桃華碧就跟商家協商, 放在這裏賣住先, 賣到出去再給錢我, 賣不出去退貨給我, 就是這樣, 這些便宜買賣不用拿錢出來, 誰都願意做, 而老乾媽就是用這種方式, 沒給上架費順利上架, 而桃華碧回去後等了不足一個禮拜, 都還未去問商家買成怎樣, 就不停接到電話, 商家叫她趕快送貨, 還有食堂呀, 是吹貨吹到上門, CUT線之後, 桃華碧即刻打電話給桃陽二波廠, 就跟她說, 拿拿聽, 跟我製一萬個玻璃瓶, 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呀。 不到一年時間, 老乾媽就在桃陽企穩陣腳, 1997年8月, 桃陽南明老乾媽風味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, 員工數量一下子去到二百多人, 轉成公司後, 桃華碧頭都帶埋, 做辣帳, 跑生意她都還可以, 但做管理她不懂, 工廠面公司全部要走正規, 什麼都要制度, 報稅都煩死她啦, 財務、 人事、 報表全部要處理, 各種政府部門也有文件要他們跟著做, 動些就有企業會議叫她上台發言, 對於沒什麼文化的桃華碧來講, 簡直就拿她的命, 而大兒子李桂山就知道媽媽的難處, 決定回來幫忙, 李桂山原本是轉業的軍人, 在地質隊工作, 桃華碧就不想她因為賣辣椒醬沒了鐵飯碗, 大兒子李桂山跟她說, 都什麼年代, 這個時候還哪有鐵飯碗呢? 李桂山初期的主要工作就是幫媽媽處理文件, 整張建制, 那些東西就是李桂山讀出來, 桃華碧就去聽, 聽到重要的, 她站起來指著文件說, 說這條好重要, 用筆畫了她馬上去辦, 而根據媽媽的口述, 李桂山又開始草耳公司的章程制度, 而需要簽字的地方, 桃華碧就會在文件上方圈個圈圈, 但後來李桂山說不行, 你要簽名, 你圈一個圈圈, 人家會仿佈你的簽名, 於是乎兒子在紙上寫桃華碧三個字, 叫媽媽練習, 就是這樣練了三天, 桃華碧終於寫到自己的名字, 她開心到請了全部員工吃飯, 後來也有人問她, 連字有什麼感受, 她就說, 難過剁辣椒, 做辣醬容易很多, 由於桃華碧不識字, 公司的所有東西她都用耳朵聽, 但她記憶力和深算能力很強, 李桂山和她準備發言稿的時候, 她聽兩次就幾乎可以背出來, 她不懂得看財務報表, 但聽財務人員讀一次後, 她很快就可以計到大概的進出和其他地方存在什麼問題, 就是這樣靠著聽, 老江媽的各項公司規章就是這樣建立, 員工制度都很簡單, 就是不能夠偷懶之類的東西, 而這一份制度, 老江媽原用至今, 桃華碧亦都按照這套制度辦事, 而她的管理方法就是做完員工的乾媽, 但凡有員工要出差, 她就會親手煮雞蛋, 送她出廠坐上車, 員工要結婚, 她親自做證婚人, 員工跟她說, 食同住好艱難, 桃華碧拍板, 所有員工食宿全包, 這個政策現在還有, 因為做員工的乾媽, 所以桃華碧亦都很喜歡管人的閒事, 公司有一個農村來的廚師, 家裏有兩個好小個的弟弟, 但是她喜歡食煙飲酒每個月的員工所剩無幾, 桃華碧知道以後就找廚師, 請她吃飯, 酒桌到她拿酒出來, 跟她說, 今日你想飲什麼酒就飲, 飲幾多都可以, 但明天是你要戒煙戒酒, 你要供兩個弟弟讀書, 不要搞到他們跟我一樣, 字都不識多隻, 打完感情牌之後, 桃華碧又拿制度出來, 以後每個月給零用錢來, 其他人工放我到, 幾時弟弟上學要錢你找我拿, 廚師聽完之後都答應, 就是這樣啦, 一個沒什麼文化的人做出了這麼大間企業, 她又經常跟員工說自己老土, 你們不要學我, 公司不能夠這樣, 你們出去之後帶文化回來, 而為了令到公司其他人有文化, 由1998年公司創立開始, 桃華碧就將管理人員輪著送去一線城市考察學習, 同時她亦順利一些比較有文化的人, 老乾媽招了很大批畢業生, 現任管理層大多數都高薪聘請的職業經理人, 雖然看上去好像很老土的公司, 但原來管理制度沒有想像中那麼吐爆, 而且老乾媽管理團隊是一個很神秘的隊伍, 桃華碧對他們的要求就是不能夠接受外界訪問, 而且這支隊伍非常忠誠, 凡是桃華碧的決策, 他們一律落實, 按照老乾媽內部的說法, 對於老乾媽大家是不存在服不服的問題, 沒有人叫他董事長, 都是叫他老乾媽, 很多員工當他媽媽, 而桃華碧亦是個溫和又嚴厲的人, 功課商有時都幾驚他, 他靠辣椒醬的口味和品質起家, 他看這兩樣東西當年看得好重, 老乾媽在原料和品質把控上好嚴格, 和他供貨的大戶大家都不敢大意因為出一次錯, 以後就無辦法再賣貨給老乾媽, 而為了保證貨源, 老乾媽搭建了一條企業加基地加農戶的農業產業鏈, 絕大部份材料都來自老乾媽的自產基地。 而這麼多年來, 桃華碧最有趣的事就是兩組數字, 第一就是交多少稅給國家, 第二幫了多少貧窮戶, 2014年, 桃華碧說老乾媽在過去三年交18億稅, 帶動了800萬農民法家致富。 其實老乾媽在全國餐廳都可以經常見到, 甚至叫她是新賽系, 而貴州省政府先後無數次頒獎給桃華碧, 甚至送車牌給她, 其中一張車牌就放在她盧斯萊斯幻影上。 桃華碧來到現在今時今日已經再不是當年產品上的形象, 肥了很多, 經常都要穿著一身皮草, 家裡開滿了豪車。 不過在仇富風潮橫行之下也沒什麼人說她, 因為有很多人覺得她辛苦了這麼久買些東西, 獎勵一下自己是應該的。 連老乾媽的生意經都很簡單, 最初怎樣做辣醬, 以後怎樣做, 她原料用的是噸二辣椒廠切貴州。 這麼多年來, 有很多人在遊說她希望將廠開去其他省份, 但她都不同意, 她說到要將錢留在貴州, 同時也怕工廠擴散, 質量口味出現偏差。 而經銷方面, 圖華碧的方法都很簡單, 大部分調味料企業都等著經銷商上門採購, 是沒有物流服務的, 亦都沒有建設經銷網路的概念。 企業就批發商, 產品出了廠門之後點賣賣幾多, 她們就不關心。 而老乾媽就做了一條與眾不同的路, 在各大區域去選總經銷商, 而且負責物流運輸, 總經銷商就做銷售, 必須要進行二批的開發佈局。 就在這樣的授權之下, 和老乾媽的經銷網路, 火片全國, 商店, 街市, 隨處可見。 而老乾媽對於經銷商的約束, 主要在定價方面, 定價是老乾媽考贏市場的法則之一。 好似剛才這麼說, 好多火紅了的調味品牌, 一係在做大做強之後降成本, 一係提高售價, 令到消費者反感。 在老乾媽的售價區間, 他們幾乎是無對手的。 而打架方面, 亦都是老乾媽最在意的一件事, 他每年用幾千萬來打架維權。 而且老乾媽除了在大陸賣得好之外, 在國外賣得不便宜, 一瓶辣椒醬可以賣到十一個九美金, 換成人民幣, 成八十元, 而且還要打折價。 外國人甚至乎說老乾媽是一個奢侈的調味料。 為何會變成這樣呢? 原來03年的時候, 有對美國夫婦去中國旅遊, 就被桃華逼頭像吸引了, 買了一瓶老乾媽辣椒醬, 起初他們不敢吃, 因為整瓶紅當當, 看上去有點得人驚, 最後忍不住試了一口, 那瓶味就好像開了新世界大門一樣。 回到自己國家之後, 就帶了一堆老乾媽回去, 但親朋戚友就不明白了, 因為外國人不太吃辣, 這一瓶這樣的醬料, 他們覺得好奇怪, 但是這對夫婦好快就吃完整瓶了, 於是他們用盡方法令到身邊的人都愛上老乾媽, 於是老乾媽在海外也是火爆起上來, 甚至越來越多人說要買老乾媽, 為了吃到老乾媽, 有人甚至乎是故意找中國的朋友幫手帶, 然後當年是開了一個專門討論老乾媽的論壇, 一瓶八十元都沖著去買, 而當年塗華碧亦都看準了外國這個市場, 就為了將老乾媽打到美國, 而且還好得氣地為了去賺外國人的錢, 於是老乾媽真是可以在外國賣起來, 價格高了不少, 一瓶老乾媽在外國要賣到八十元人民幣, 這麼貴, 但是外國人都義無反顧, 不斷買來吃, 不少商家也漲價, 老乾媽雪糕, 老乾媽連名為衣總之什麼花款都有, 在外國來說, 當年老乾媽就是原父的代表, 但是其實去到2014年, 老乾媽品牌創始人陶華碧已經67歲高齡, 決定將自己創立和一手打理多年的老乾媽辣椒醬業務, 傳給大兒子李桂山, 他說希望大兒子將老乾媽做大做強, 但是圖華碧低估了這個兒子的野心, 和對老乾媽品牌的不屑一顧, 李桂山不滿足於直接接手一個已經成熟的調味食品廠, 野心勃勃, 一心就是想做房地產, 開拓自己的商業王國, 為了實現地產夢, 李桂山動用老乾媽這麼多年來累積的資金實力, 高價買入了一個叫桂山天陽房地產公司近半數股份, 但是這間房地產公司由它入股起的12年時間裏面, 業績一直都是虧損狀態, 完全未賺過錢。 而且這間公司後來爆出了700多個業主的爛尾樓事件, 令業主集體訴訟, 影響了老乾媽的公眾形象。 去到2018年, 桂山天陽最終宣佈破產, 她的地產夢破滅, 她本人列入社會失信人員名單, 無能力償還債務。 這個動作令老乾媽的品牌跌入谷底, 於是陶華逼決定將已經失敗的大仔 在公司事務內隔離出去作為替補, 細仔李妙衡安排上位接管老乾媽, 但今次老乾媽又做錯了, 李妙衡上任後, 立刻對老乾媽實施了一個災難性改革。 為追求降低成本增加利用, 李妙衡將老乾媽手工釀造的工藝全部機械化, 又將老乾媽核心原料貴州辣椒, 換成品質參差不齊, 只值7-8元一斤的河南辣椒。 這些舉動直接令老乾媽沒有原本的味道, 那些忠實顧客吃不回之前那種味道, 去到2019年, 陶華逼重新回到老乾媽, 她做了一個決定, 將老乾媽的辣椒由河南換回貴州, 要她原汁原味, 那些顧客覺得味道回來了, 於是乎就買回老乾媽。 後來老乾媽的生意慢慢變回好了, 她賺回50億, 那陶華逼終於可以鬆回口氣了。 不過她亦發現, 現在辣椒醬的世界已經不是她一間獨大, 市場上出現了很多辣椒品牌, 大概有5000間公司都開始做辣椒醬, 什麼名字都有, 連李子七、李錦記、海底撈都不例外。 而且這些辣椒醬不單有老乾媽類似的口味,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味道。 如果照這樣看的話, 老乾媽好像跟不上時代, 而且是變得好像賣情懷一樣。 後來老乾媽竟然都學人搞直播, 在2022年的時候開始搞直播, 但是她的直播做得不太好, 而老乾媽的直播亦都被網友揭穿了, 原來她就是一直播著老乾媽以前被人採訪的影片, 那些人就覺得她有些膚險, 後來亦都因為直播事件令老乾媽的名字又臭了。 但問題遠遠不止競爭對手, 自身都有問題, 原來在2016年老乾媽的配方被人洩漏了, 為了保持質量, 於是圖畫逼改進配方, 但是這個新的味道沒有得到客戶認可, 後來老乾媽在微信、微博、直播間都沒有怎麼更新。 最後,根據數據顯示, 老乾媽的產值由1998年的4549萬人民幣, 上升到2021年的54億, 福利率是去到29%, 排到在2021年胡潤中國百富榜是487位。 老乾媽成立這麼多年是堅持不貸款, 不容资不上市, 就連當地都提出過很多次叫老乾媽上市, 但是都被他們拒絕了。 有記者問她為何不上市? 老乾媽就提出了, 上市是騙人錢的, 還講到上市是會搞到傾家蕩產。 而且她主要覺得上市是騙其他人的錢, 這些就不是她想做的事。 來到這裏, 基本上老乾媽的故事又跟大家簡單講了一次。 這一個大家在超市平時見到的品牌, 原來就是這樣一步步爬上來的。 雖然中間發生過一些老賴的事件, 但後來她亦都是憑著做回我的品質, 令到公司成功復活。 甚至外國人都覺得這些老乾媽, 是一個很特別的辣醬, 是用到八十元一瓶都去買的, 完全出乎意料呀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。 大家有什麼想講, 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, 拜拜!